大家好,我是小赛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不错的下饭菜 香辣小鱼干 很多朋友把小鱼干买回来之后 不是凉拌,就是做成麻辣小鱼干 其实像我这样做出来的小鱼干 香辣开胃,下饭又下酒 而且非常的过瘾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 看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将小鱼干放入碗中 像这种小鱼干 都是由鲜活的小河鱼晒干制作而成 像这种小鱼做出来 非常的好吃 又非常的下饭 然后碗里面加入清水 清水没过小鱼干 将这种小鱼干浸泡一会儿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硬邦邦的 准备一把大蒜 用刀将大蒜拍碎 拍碎之后 再改刀将大蒜切成蒜末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几个青红椒 用刀将青红椒片开 切成长条 切好之后 再将青红椒切碎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新鲜材 将青红椒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小鱼干也浸泡好了 将小鱼干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之后 捞出来控干水分 然后放一盘备用 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 下入小鱼干 然后快速的翻炒 将小鱼干炒干水分 炒出它的香味 在翻炒的过程中 我们开中小火 将小鱼干翻炒 大概翻炒一分钟左右 将小鱼干炒至微微花缓就可以了 将小鱼干炒香之后 将小鱼干推至一边 再把大蒜加进来 青红椒也加进来 再快速的翻炒 把大蒜炒香 青红椒炒出它的烂味 将青红椒炒至断生 炒香之后 现在我们来调个味 加入一小勺食盐 少许鸡精 少许生抽 再快速的翻炒 将调料翻炒均匀 炒至入味 接着把芹菜加进来 再快速的翻炒 将青红椒炒至断生 大概翻炒个十几秒钟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将小鱼干炒成这样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将小鱼干盛出来 放入碗中 一道非常好吃 又下饭的小鱼干就做好了 学费这道菜 你家的米饭又不够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小鱼干 香辣开胃 无腥味 好吃又下饭 做法非常的简单 是一道非常不错的下饭菜 和下酒菜 这样做出来的小鱼干 越嚼越香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 和关注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